媽媽的疫苗Q&A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位民眾 我們的民眾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第一位是Grace 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花媽 不好意思 醫師 是沒有什麼事情 不過我很怕疼的 長 家庭說他拍什麼什麼 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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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庭很輝瑞 對 我們家庭跟我五歲 還有什麼牛筋 牛筋 我都聽不懂 什麼蛋白 DNA 無沙沙 醫生 我是花媽 跟我說一下 到底什麼是什麼好不好 的確很多人都會對這些名詞 被嚇到甚至聽不懂到底是什麼 但是將讓他知道說 現在目前在台灣的話 你可以打到的預防針有這一些 莫德納 BNT AZ 跟高端 對 這些都是你可以打到的 可是你還是不懂 這些預防針我怎麼去選 或者是我打了是什麼種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方法 SASIMI理論 SASIMI理論 為什麼叫SASIMI 因為SASIMI這個食材很特別 因為它對製造者有一些困難度 對吃的人有挑選 這個食物很有爭議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去做 反正到最後我們就是要吃到 新鮮的SASIMI 它會給我們吃得飽 又給我們健康 但有些吃完會落賽 對 所以主事美給都適合 所以它有爭議 好 了解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去了解說 好 最新鮮的方法是什麼 現場做 或自己做 像海直接咬魚 沒錯 所以 你本身出海就 愛上了那個感覺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們要打預防針 就是要它的極蛋白 我們所謂的S蛋白 SASIMI新鮮跟不新鮮 差十萬八千里 所以要新鮮的極蛋白 好 新鮮的極蛋白 最新鮮的是你自己製造 所以我要想辦法讓你自己製造出 新冠病毒的極蛋白 那怎麼製造呢 就是前面這三樣 你看得到的 莫德納 輝瑞 牛筋 這些全部都是 叫你自己身體製造出 最新鮮的極蛋白 因為新鮮的極蛋白 跟不新鮮的長得差太多了 那你就可以吃到最新鮮的 好 那莫德納 輝瑞 牛筋 差在哪裡呢 莫德納跟輝瑞 他們是以量 所以它又很小 所以它就是預計說 莫名其妙就給你了魚秒 然後它就有辦法 滲透到你家的廚房裡面的 魚缸裡面 讓你有辦法拿得到魚 你有辦法去煮這個魚出來 但是牛筋的方法呢 它是用病毒栽體 也就是說 我是找人家送東西 進去到你家裡面 去按個門你讓他進去 是 那另外一種就是直接 我直接找師傅 把薩芝米全部切好了給你吃 就是全部都弄好了 但問題就卡在這裡 師傅做好到我這邊吃的時候 是不是新鮮的 那要看你住多近 對 真的 那其實說真的 從製造出來到我這邊打的時候 它中間一定會有一個變化的情況 所以會有很多的相關的蛋白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問題 所以每一家的蛋白 它有自己不同的濁劑 那好 上面有兩個都是mRNA 所以很多人會講說 那我就打輝瑞或打BNT 那差別差在哪裡 BNT的話 它就是快樂兒童餐 快樂兒童餐就是它量比較少 所以它打0.3cc裡面只有30mcg 莫德納它打0.5cc裡面是100mcg 所以一個是三分之一不到的劑量 所以一個是快樂兒童餐 一個是成人的劑量 所以當你打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BNT會比較舒服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劑量比較低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 因為都吃了這樣子的劑量是夠的 所以這個部分 它會有它的其他的一些爭議在 所以讓你再去選的一個過程中的部分 前面三個是自己製造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部分 是咀嚼在你身體本身的一個狀況 比較多 然後下面的我直接可以做好之後 給了你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要看看它到底 心不先從它到你的身上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變化